今天是月末收官 大盘在2800点附近 展开了争夺站 大盘上午出现 跳水之后 叫探底回升 留下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 我们来看 这个长长的下影线 难道大盘要反转吗 在这个位置 到底是反转呢 还是老乡别走 来我们看这 这是啥 这不是北上资金吗 北上资金又净留入七个多亿 昨天大盘跌了这么多 而且还留下一个跳空缺口的时候 收出一个尾盘 还在杀尾盘的时候 那北上资金 昨天人家就净留入了 昨天净留入都超过17个亿 那今天呢 大盘又刚开始 又跌了这么多的时候 北上资金仍然买买买 难道又把咱们的底给抄了吗 北上资金就是外资 被称之为聪明的资金 他们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 那么咱们不知道 那么往往很多人要跟着他要跑啊 不单是北上资金进来了 而且就连咱们的权重指标股 有一些东西 也出现了护盘的迹象 你看这里啊 880471 银行 银行是不是探底回升了 有护盘迹象 券商牛市的棋手嘛 也出现了这样的探底回升 再来看保险 880473 你看保险也是探底回升 金融三剑客 今天可起到了推波助澜 并且兜底的作用 看到没 大盘跌了很多 人家开始上涨 这不就是被大盘 注跌 属于咱们一个止跌迹象吗 另外再来看这家伙 601857 你看啊 这个家伙 这不也已经出了护盘吗 大家都说了啊 说一旦中石油载这个位置 要是能高位横盘 那么他再次上涨 会不会把大盘又干起来 这一波不就是他把大盘给干起来的吗 大涨大涨 还来个涨停板 之后又来个涨了这么多 六个多点 那现在高位不掉 而且围绕着五日线 虽然今天早盘的时候跌破过五日线 但人家迅速能收起啊 这证明什么 今天大盘在这个位置 遇到了抵抗 那么这种下跌 虽然说现在还这个下跌正中 但是这可出现了一个抵抗 这种抵抗式下跌 还有一个传导的作用 我们来看这里 什么东西 这里我们看的就是像创业板 你看创业板今天不跌了 那位书别光说创业板了 创业板在这个位置都要收回1600点了 创业板不就是主要是一个人的游戏吗 谁呀 宁王吗 宁王大涨300750 你看宁王大涨现在都涨八个多点 那么宁王这种大涨八个多点 微型反转 这能代表啥 这不就是一个家伙就把创业板支起来的吗 所以说人家说你拿创业板出来说事呢 好像这个问题有点过 那好我们不单拿创业板出来说事 我们再来拿科创板 科创板这些天可是跌的最多的 而且也跌破了700点整数光口 那你看今天出现什么了 这不是一个像垂头吗 大家看到没 那么还有一个上影线呢 探底回升 这科创板是不是起稳了 那在这个位置 如果科创板起稳了 会不会像创业板似的 也来了一个微型反转 大家看创业板这个位置 这不就是出现一个创业板的微型反转吗 那么创业板 大家说这种微型反转 这是由于一个人的力量吗 这可不是 早盘的时候宁王 大家看宁王啊 3005 你看宁王人家早盘就涨了这么高 但是宁王是啥 宁王是一个大微反转呢 而且如果拉长了看宁王 可是从上方一直跌到140块 看到没 昨天打到的低点是140块 它是从哪掉下来的 如果我们往回翻 这是250 那位说看真是从250掉下来的 250的高点是251块3毛3 看到没 这个双胞胎数字是把宁王给压下来了 但正是由于双胞胎数字 把宁王压下来了 今天的140块也出现了一个微型反转 如果明天再一涨 是不是创业板就好用了 那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啊 缩小一点 250 上方呢 从这300多下来的 那位说还真是从310多块钱 那不对呀 最高的价钱是380多块 然后不停的在这出拳呢 又是怎么怎么地 总之 现在从250 可是踏踏实实掉到了140块 跌去了110块 够可以了 而且宁王报的业绩是什么 人家赚的盆满钵满 业绩都在40%左右 那你说股价这么多 人们还说啊 这个他也不参与什么央企呀 又是国企的市值管理 又不参与业绩考核的 那他凑什么热闹啊 这不就是也得有说法吗 你不能说光你挣了这么多钱 而置股民于不理呀 这不就是置之不理吗 那你赚了这么多钱 股价跌这么多 你公司是不是得想办法呀 包括回购啊 还是什么呢 发消息呀 总之这个问题 你不能把股民扔在这 而且把股民都套在300多块 哪怕说股民250 一直跌到了140 都得想想办法呀 那这个位置是什么 有的人说了 这不就是人家融串完了之后 现在跌下来多了 想还钱 还钱还不起 那么就还串吧 还串怎么还呢 打下来还串 这不就相当于干拿利润吗 那位说说的太复杂 你就说一句 就是人家把钱赚走了 而我们散户来买单 现在这呢 我们散户又摆票卖了 人家要往上干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宁王能起百 向上干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 是不是创业版就没问题了 大家看一眼 创业版啊 创业版跌跌不休 从上方干下来 现在是又到了15字头 跌破了1600点 那么当2000点 整数关口给这跌破的时候 大家那时候还没太介意 但是你仔细看一看 从2600 2800 这是一路干下来的 最多的是3500点 3500点 干到这儿 剩下1500点 说谁谁能信呢 所以说 人家如果玩指数 还券的话 那会怎么还 那就是打低了 人家买回来 那么买回来的东西 都是带血的筹码 说明 这个位置 不管是阶段性底 还是大底 甚至呢 这个位置是不是底 咱们都不去探讨了 只要股民卖了的 那么这个位置 人家捡的都是便宜的筹码 这就是重点 从3500 一路跑下来 你别管怎么说 一路干下来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 已经跌去 指数已经跌去了 2000个点 现在就剩下1500点 你跟谁说去啊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考绝对值的话 这个位置呢 就不要看了 就看这种相对的 从上方这 就一路的干下来 这都够可以的了 2600 干到了1500 是不是够可以了 好 我们再从其他方面 再说一说 那么就再说一回 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今天遇到了抵抗 那这种抵抗 到底是下跌中继 还是说真正的反转 在下方低点不破的时候 大盘失手2800点 上方这可压力重重 第一个压力 就是这里 2883点 这不有个跳空缺口吗 这是昨天早盘 那么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第一要收复 跳空缺口 如果三天之内 收复不了 跳空缺口 那还要继续向下 这个就是技术分析 那位说 古邦你不说了吗 技术分析 往往暴跌的时候 不管用 但是我们也得 遵循一定的规则 所以说呢 咱们按照这种客观 还是要进行一个表述的 这是第一个压力 第二个压力 不就是上方 3022点 这仍然有一个大的跳空缺口呢 那么我们现在说那3000多点 还有点早 现在首先要摆2883点 这个缺口回补上 回补之后 那也就占到了20线上方 如果大盘占到20线上方 我们仍然按房情反转来看待 什么是反转 大盘经过长期的下跌 包括创业版 科创版等等 多个指数 都创新低的情况下 现在大盘在这 如果要是反转了 是不是我们股民的春天就来了 2024年 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不错的收益 是不是这样 但是呢 我们第一个月 可又下跌了 大家看啊 第一个月 这不是从这到现在吗 那么月线 你来看 重要的节点就在这 月线现在是六年银 如果今天收盘价 占不到2974点上方 那位说2700 2974 哎呀 这有点太远了 这2800点 给这还来回争夺呢 那怎么又涉及到2974呢 总之 收不到2974 月线六年银 就改写了历史 以往是什么 以往的历史是月线五年银 那出现六年银 那下个月 能不能出现七年银 八年银呢 所以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因为改写历史 历史就是用来被打破的 什么没有最高 只有什么新高 没有最低 只有新低 这都是一个相辅相成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大家看啊 大盘 既然这个位置出现了抵抗式的下跌 那么我们重点看几方面 第一 这个位置看权重指标股都在护盘 那么宁王现在又大涨了八个多点 很显然北上资金买买买 买的可能又是一些个宁组合了 那么大家都明白 北上资金最关注的呢 原本是喝酒 吃药和白色家电 现在如果关心到宁组合 也就是这些科技股如果受关照 那是不是就好了 因为我们买的 多数人买的都是小盘股 科技股居多 因为我们被过去忽悠上车嘛 又是科技创新什么科技第一生产力 这不都上去了吗 结果小盘股现在跌的最多 小盘股是本轮下跌的重灾区 如果真的是北上资金或者外资啊 他们要是真的要是眷顾这些小盘股 或者眷顾科技股的话 我们是不是回血能快点 那么现在距离节前就剩下几个交易日了 节前能上涨一波吗 如果能上涨一波要是涨小盘股的话 老百姓我们散户回回血 是不是这个年能过得松快一点 难道上面为了照顾我们的情绪 现在开始真正脱市旧盘 脱盘就是吗 那如果真的脱盘就是小盘股要上涨 那么我们可真是一片云彩全散了 可是现在好多人又要忙着调船换股 要把小盘股卖出去买大盘股 如果这样调船换股 会不会又左右挨耳光吗 刚卖出小盘股 小盘股涨了 刚买入大盘股 大盘股滞涨了 能不能那样啊 因为大盘股之前在这 这不都已经出现过一波上涨 这不都是大象在跳舞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什么 资金往哪去 资金去到哪 我们往哪去也就行了 好 我是股邦 下午这个位置看看能不能变盘 如果变盘向上干的话 第一目标位收复二零线 收复跳空缺口 好 朋友们喜欢股邦给大家欢迎路 我们下午收盘见 好 好